Hi 大家好我是波哥 上一期出了一个电动绑构器的视频 下面就是出现了一些钓鱼的留言 有的钓鱼就很喜欢这个电动绑构器 那另一部分钓鱼呢 它就是比较鄙视这个电动绑构器 所以解决手板 不用电动绑构器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电动绑构器它有电动绑构器的一个优势 它是用来绑这个小钩 因为小钩子啊 你手比较难 不方便 而且就是绑起来很吃力 那它究竟可以绑到多小的一个鱼钩呢 今天呢我就用这个电动绑构器 来挑战一下用这个1号修钩 用0.6直线啊 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绑成功啊 关于就是绑构器的使用方法 和一些细节的话 可以查看我上一期这个视频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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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